今年2024的央视龙年春晚你们都看了吗 虽然小品向往年一如既往的尴尬 但歌曲类节目却让人眼前一亮 周深这首健康道道令 欢快的节奏 真的太适合跳操了 当黄启山谈剑刺演唱龙年板向云端 被谈剑刺的说唱部分狠狠的惊艳到了 你抱着深深出现 有些旋律出现 让我们的歌声送给你最美好的终于 毛不易春晚走心演唱原创歌曲 如果要写年 柔和的嗓音诉说着平凡的幸福 如果热闹了一发无言 就像一个春天 写最悲欢斩 将不说挂浅 只说好久不见 写分落的脚步在此刻暂显 四美穿戴力朝精美服饰 一首年锦串联起中华文化的美好祈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素希独唱《枕着光的她》 以悠长的民谣旋律展现爱情中细微真切的美好画面 趁着光的他往前走 路上难免风吹雨淡 叫上一声老板啊 别有人应答 他就晓得到了家 等到岁月把周安风成一朵花 他们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一幅花 当魏晨魏大勋 白敬亭三大闲眼包 齐聚春晚舞台 唱出了春风得意正少年的感觉 岁月山儿童那方之渊 山下有人纷纷追花船 东风夫人年落花作散 踏遍春山不思欢 我上春山 约你来见 我灿了一年万千四年 今天月是平常一天 因为遇见你而不平凡 黄国二灯春晚独唱 今年没有跑步机 深情演唱一曲拼音 不知唱哭了多少人 你从来不会说你的苦衷 只是儿女出门 你喜欢多送一送 其实我后来的故事 你可能都听不懂 我也是一生伤痛 才学会从容 善依纯海莱阿牧的这首 《不如见一面》唱出了每个人心底深处的那份牵挂 我不懂得你情生似海 你不懂得我思念常在意 不如见一面 不如见一面 哪怕是一眼 这世界太多的难免亏欠 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 0713男团在就业 轻轻演绎像你这样的朋友 一尽到底的默契 果然还得是亲兄弟 从没想过流行风和戏曲也能完美结合 汪苏龙和郭霄老师舞台出合作 却意外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汪苏龙和郭霄老师舞台出合作